在上赛季季后赛不敌老鹰之后 本西蒙斯就成为这只76人的替罪羊 从今年休赛期开始就有不少消息称76人会将本西蒙斯摆上货架 而西蒙斯也没有掩饰自己希望离开76人的想法 只是本赛季至今能保持健康的本西蒙斯并没有为76人出战任何一场比赛 而76人也还无法推动涉及本西蒙斯的交易 简单来说76人和本西蒙斯之间已经基本陷入困境 而美媒马克斯坦应就谈及本西蒙斯的处境 我不得不说我能了解到本西蒙斯的情况非常少 这说明了交易达成的可能性已经是次要事情 我认为在那种环境下本西蒙斯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简单来说关于本西蒙斯的传闻消息已经陷入停滞 也就是说76人方面可能都没有太积极寻求西蒙斯的交易 不过美媒KY Carlin还是透露了一些关于本西蒙斯交易传闻的消息 在交易截止日前 你可以期待向步行者国王和森林郎等之前 与76人有合作的球队 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消息是其实也会感兴趣 他们在本赛季之前就与76人谈及西蒙斯的交易 本赛季至今西蒙斯还没有为76人出战任何比赛 说实话无论是西蒙斯本人还是76人来说 这都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至于他们能否在交易截止日前有所举动还是未知数 帮助ças们 Podg 说实话